字幕提供 俄羅斯指責美國策劃了莫斯科所說的烏克蘭無人機對克里姆林宮的襲擊 白宮國安法人人科比指控是錯誤的 烏克蘭也否認對此事負責 蘇丹首都赫土木的天空龍舟黑煙 蘇丹政規軍和準軍事部隊之間的戰鬥越演越烈 自從4月15日戰鬥以來已有500多人上升 約特河西岸幾千名巴克斯坦人參加在納布羅斯特集期間 被以斯列軍隊射殺的三名男子的葬禮 哈馬斯說遇難者是他們武裝派別的成員 貝爾格萊德的市民在學校槍擊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 繼續點燃蠟燭和獻花 槍擊事件造成8名兒童和一名保安死亡 警方拘留著一名13歲的嫌疑人 在捷克布爾諾市一個露宿者的聚居點 發生大火造成8個人死亡 火災發生在一個住宅區附近的12間商戶連接的移動小屋的現場 戰術室